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个小时之前呢在他的这个油管频道里呢是上传了新影片啊 那从这个影片里可以看出来呢 他呢是在这个中国的墙外边啊 他已经不在这个中国了 应该呢是在美国 这个呢绝对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消息啊 这个呢也是验证了狗哥在前两天影片里 对这位小哥的这个评价啊 就是真的是有勇有谋啊 他呢能够在首先尽量保证自己安全的这么一个前提下 他呢去做一些能促进社会公益的事 这个呢真的是很棒啊 所以呢狗哥是希望这位小哥呢 以后在这个油管上呢能够多发影片 大家呢也都去这个多支持一下 这个呢是今天狗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个好消息 第二个好消息呢就是关于彭帅这个事 这两天经过这个中国大外宣CGTN 他这个非常愚蠢的操作 他呢已经是这个非常成功实现了这个火上浇油的这个效果 让彭帅这个事呢 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这种更大的关注 现在呢可以说呢有一个大爆发的这么一个状况 狗哥呢要先说一个判断 就是彭帅这个事啊 现在呢他正在发酵 他有可能成为这个全世界范围内的一场比较重大的运动 如果这个中国政府他接下来对这个事处理的不好 那这场运动啊 他就有可能会搞黄两个多月之后要举行的北京冬奥会 狗哥呢再重复一下啊 就是彭帅这个事 他现在正在成为一项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 他往下的这个发展呢 有可能会搞黄中国政府非常非常看重的这个北京冬奥会 那北京冬奥会他最终到底会不会黄 狗哥认为呢 呃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个呢就是国际体育界 国际人权组织 还有国际媒体们 他们的行动啊 主要呢就是在彭帅这个事啊 他们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这个联合的大的动作 另外一个因素呢 就是中国政府他自己在彭帅这个事上 他接下来的这些个操作啊 他会不会继续有这种非常愚蠢的操作 狗哥认为呢 对于这个中国最高领导的习近平来说啊 他现在最好的这个公关危机的方法呢 其实呢就是要比较认真的对待彭帅的指控啊 放弃张高丽 调查张高丽啊 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这个最大程度上缓和国际体育界 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这个不满意 但是呢在另一方面 习近平他如果真这么干 在这个事上去调查张高丽 那这个在中国国内啊 这个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呢 是很难接受的啊 因为这个长期被洗脑的中国人民 他们是很难接受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 这么一个前最高领导人之一啊 一个那个前国务院副总理 这么高的这个领导 这么大的一个官 竟然是一个道貌安然的这么一个败类 是这么一个人渣 如果张高丽他被习近平这么搞的话 那这个呢就会在比较大程度上会减弱 中共这个宣传长期洗脑的效果 这个呢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动摇 这个中共在中国的执政的基础 所以呢习近平呢 他呢也不好这么干 而且这个前天中国大卫宣CGTN造假了 那个彭帅的邮件呢 他那个非常愚蠢的操作呀 其实呢也是给中国政府自己啊 是挖了一个大坑 因为这个CGTN他代表彭帅 本人是非常信誓旦旦的说了啊 说这个彭帅呢完全没事啊 说这个媒体报道的 他针对张高丽的指控呢 都是不真实的啊 那这个大坑CGTN 他代表中国官方已经是这个挖好了啊 全世界都这个明明白白的都看见了啊 那大家说习近平 他怎么能够去这个调查处理张高丽 对不对啊 习近平他如果按照现在这个国际舆论的要求 去调查这个事儿 去处理张高丽 那这个呢就证实了这个CGTN发的那个彭帅的邮件呢 是造假 这个呢就是自己啊 要公开打自己的脸啊 自己呢要去跳自己挖好的那个大坑 所以呢这个狗哥认为 就是CGTN他发的那个假的邮件 其实呢就是相当于把这个中国政府把中国官方自己的这个后路啊 完全给挖断了 所以呢在彭帅的这个事儿上 最广大的这个战狗粉红们 他们对这点呢 很可能呢也都不会太在乎啊 反正这个中国跟全世界之间有这么一堵墙 以后在中国墙里边呢 要主要的搞这个内循环啊 躲进小楼 乘一桶 管他春夏雨秋冬 对不对啊 你像这个NBA退出中国啊 无所谓啊 以后这个国际网球赛事也退出中国 也无所谓啊 以后像这个像英超啊 像西甲啊 这些足球赛事也退出中国 都无所谓 反正这个日子怎么着都能过 对不对啊 就像这个三胖的这个东朝鲜啊 东朝鲜呢也是有一堵墙 但是呢 这个东朝鲜人民在墙里边也是过得这个好好的啊 用这个西朝鲜粉红们的话来讲呢 东朝鲜不是也没崩溃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不对 狗哥呢还是那句话 你们满意就好啊 中国呢永远不会崩溃 昨天的影片狗哥讲到了 就是彭帅这个事呢 他不光是全世界女性的运动员公开的发声来支持他 男运动员们也是这个公开发声了 就像最近这些年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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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网球爱好者都很喜欢的这个小德 德约科威奇他呢也是公开发声 对彭帅的遭遇表示震惊 所以呢 这个中国的粉红们现在怎么办啊 中国的粉红们会认为小德这个态度也是在辱华吗 会在这个中国的墙里边也要公开抵制小德吗 昨天这个世界女子网球的传奇 美国的小威廉姆斯也是在推特上公开发声 说呢对彭帅的遭遇感到悲伤还有震惊 他希望彭帅是安全的 并且呢能够尽快知道他的下落 小威还说呢彭帅针对张高丽的指控必须要被调查 大家对这个事不能保持沉默 这个呢是小威公开发声支持这个彭帅 而且呢这个事呢 他现在呢也不是局限在这个国际网球界了 昨天让这个狗哥感的比较意外的是 足球界啊 这个西甲巴塞罗纳队的西班牙球星皮克 在推特上也是转发了支持彭帅的海报 像狗哥一样这个喜欢足球的人 肯定都知道这个皮克皮主席啊 他在这个推特上呢 有两千多万名粉丝啊 都是来自这个全世界各地的啊 那他转发支持彭帅的海报 大家呢就可以知道这个事现在的影响力 另外在这个事上 这个首先公开挑战这个中国政府啊 不害怕得罪中国政府的这个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 他这两天的这个表现的还是很刚硬啊 他的这个主席兼CEO西蒙 这两天呢是继续接受国际媒体的采访 一直在重申支持彭帅的立场 所以呢对于WTA这个组织 还有他的这位主席狗哥现在是这个很佩服的啊 这两天狗哥呢要表达钦佩的人真的是比较多啊 一个呢就是拍新疆集中营视频的那个小哥啊 关关 另外一个呢就是WTA的这位主席 还有呢就是像大阪直美啊 像小威啊 像皮克啊等等这些国际的这个球星啊 狗哥认为呢就是一个社会要进步 要变得更好啊 那像这些公众人物 他们肯定是负有这个更大的责任啊 因为他们这个有能力 有更大的影响力挺胜而出 去推动一些社会的议程去领导一些社会的运动 这样呢在一个社会呢才能办成一些事儿啊 特别呢是在让一个社会更公正这个方面啊 这样呢社会呢才能够有进步 那从这点观察大家呢也可以明白中国的这个社会发展跟现代文明世界的这种差距有多大啊 在中国完全就是这个政府的力量对不对啊 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这个中国的社会公众人物也是受到来自中国政府 中国官方力量的这种不断的打压啊 现在在中国基本上没有这种社会公众领袖了对不对啊 这个呢今天就不多说了啊 这个再多说一句啊 就是一个社会的败坏 最主要就是这个社会精英阶层的败坏和堕落啊 或者说呢用这个中国人很熟悉的一句话讲 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所以呢这个中国的粉红们啊 不要认为中国的问题都是这个境外敌对势力的错 都是这个境外敌对势力造成的 东朝鲜人民啊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刚才狗哥说了这几天非常佩服的一些人还有组织啊 现在呢要说一下这个相反的情况 就是最近这几天比较鄙视了一些人还有组织啊 首先呢就是国际奥委会啊 狗哥呢重复一下啊 狗哥首先要鄙视的 就是听起来这个非常高大上的国际奥委会啊 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 彭帅这个事儿 这个非常高大上的国际奥委会呢 肯定要被媒体问到啊 他呢要在这个事儿上是不得不表明 他的这个态度还有立场啊 结果这个国际奥委会在昨天 也就是星期四 他发了一个声明 说这个啊 我们看到了最近这个媒体的相关报道 看到了关于彭帅安全的确认 我们对此感到鼓舞 大家说国际奥委会的这个表态 是不是这个很不要脸 相当相当的不要脸啊 他说对彭帅的安全感到鼓舞 这个是不是也是在公开挑战国际舆论的智商 这个国际奥委会 他认为的这种安全 是不是跟这个正常人认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国际奥委会 他这个声明的意思啊 就是说我看到了中国官媒CGTN的那个邮件 邮件里说这个彭帅很安全 没问题啊 这一天呢 只是在这个家里休息啊 那我这个国际奥委会呢 我就相信了 我们对彭帅的安全状况就感到鼓舞 狗哥呢 现在认为这个国际奥委会这个组织啊 干脆解散算了 这个组织啊 他现在真的是太官僚 他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是成为一个独特的利益集团 他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是这个主要是为了赚钱存在 他在这个事上 已经是完全背离了国际奥林匹克的这个精神 所以呢 像这样的组织啊 干脆解散算了 你看是这个 同样是这个国际体育组织 人家WTA在看到彭帅那个所谓的邮件以后啊 人家是这个什么态度啊 WTA说呢 我不相信啊 我不相信这个邮件是彭帅本人写的 必须要对这个事进行公开彻底的调查 要不然的话 WTA宁愿放弃在中国的业务啊 人家这个WTA的态度呢 就是这么的明确啊 完全不含糊 但是这个影响力比WTA要强大太多的国际奥委会 他对彭帅那个所谓邮件的态度 我信了啊 彭帅是安全的 我感到鼓舞 完全是扯淡 对不对 国际奥委会 他有这个态度的原因 其实呢 也是非常明确的啊 就是一个字 钱 因为这个马上北京奥运会呢 他呢就要召开了 国际奥委会呢 他呢是绝对不愿意去得罪这个中国政府的 他呢是不愿意 这个北京奥委会遭到抵制 黄了 所以呢 这个国际奥委会啊 是狗哥今天要表达谴责的第一个对象 第二个对象 本来狗哥呢 是想要再一次鄙视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这几个发言人 就像今天影片开头 大家看到这个小视频 但是呢 这个现在想想算了啊 花太多时间去鄙视 像赵雷坚这几个人呢 其实呢 也没有太大意思啊 最近这两个星期 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出台的是这个汪文斌和赵立坚 他们是好几次被问到彭帅这个事啊 结果呢 两个人的回答呢 这种套路呢 都是一样的啊 第一 就是说呢 没听说过这个事 第二 说呢 这个呢 也不是外交问题 所以呢 不负责回答啊 像赵立坚 他在今天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 他还是这么讲的啊 狗哥真就感觉到是很狗啊 真的是很鸵鸟 你把这个脑袋埋在沙子里 就当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存在了 对不对 另外这个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上 他关于这些记者会上有关彭帅的这些提问啊 他们是把这个文字记录呢 是全删掉了 他们是绝对不能让中国人看到有一丁点关于彭帅的这个消息啊 所以呢 真的是很狗很狗很狗啊 真的是很伟大 很光荣 很正确 这两天还有另外的一个消息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是公开表示正在考虑要抵制北京冬奥会啊 呃 美国政府他现在的考虑啊 是这个不会派官员去出席北京冬奥会啊 拜登本人呢 更不会去 但是呢 对于美国运动员去参加北京冬奥会 美国政府呢 是不会去阻止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一种外交抵制 是一种这个官方抵制的态度 狗刚要说呢 即便是没有彭帅这个事 那鉴于最近这些年 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啊 中国在新疆啊 在这个西藏啊 在香港等等这些问题上的表现 现代文明世界啊 其实呢 也不会有什么多高级别的官员去出席北京的这个冬奥会啊 因为大家的应该都是知道的 就是像奥运会这样的东西 他在中国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体育啊 他们在中国从来就是这个最大的政治 因为这个中国政府他搞这些 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啊 就是要营造中国强大的形象啊 然后呢 给这个中国人打鸡血 首先呢 就是要达到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这种目的 这个呢 是中国历届政府 他们办奥运会 这种国际顶级赛事最主要的目的啊 就是这个政治啊 它是第一位的 所以呢 你只要去参加 去出席中国的这个奥运会 其实呢 首先呢 就是被这个中国政府当成是政治宣传的工具 当然了 这个奥运会这种赛事 现在对这个国际社会的很多运动员来说呢 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职业成绩啊 职业成就 另外呢 还会有这种钱 这种收入的因素啊 但是现在北京奥运会 他举办的这个背景呢 是这两年中国这个人权状况 持续恶化的是这个非常的厉害 特别是现在又发生了这个彭帅这个事儿啊 那现在对于这个一些外国运动员来说呢 他们可能呢 就会有这种考量啊 一个呢 就是他们这个心里边 反对中国集权做法的这种良知 另外呢 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体育职业成绩 还有这个奥运会好成绩 会给他们带来的这种金钱上的收入 那这些因素 到底哪个对他们来说 是这个更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 其实这个问题呢 正在看这影片的这个很多的网友 可能呢都会有考虑 好了 今天这影片呢就聊这么多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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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大家都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 拜拜